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死入生 参考经文 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罗马书六章六节 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我的母亲则要多尽一点努力了 因为我在加拿大出生 自然有资格成为加拿大公民 然而成为天国的公民则比较复杂 若要成为天国的公民 我们必须死在最终 然后重生 在罗马书六章和在其他经文中 使徒保罗谈到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与基督同死 与基督同埋葬 和与基督同活 耶稣教导我们 我们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保罗在以弗所书解释说 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 我们旧的邪恶本性 又要将你们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死在罪中并重生 要求我们在思想和行为上 做出彻底的改变 但我们却不能单靠自己 做出这个改变的 保罗这样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神借着圣灵赐我们新的生命 致死我们旧的邪恶本性 甚至在此之前 神的灵已经在我们心里运行 叫我们看见自己的罪 和我们需要新的生命了 于是我们悔改 祈求神的赦免 信靠祂的能力 会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大功 来拯救我们 让我们一起祷告 圣灵啊 求祢完全制死我们邪恶的本性 又带领我们过着 全然荣耀神的生活 奉耶稣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